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大家早 各位官早 主席我想請主記長 謝謝 沈記長 來 沈記長 沈記長早 沈記長我想請教你 當然這幾天 日本的一個風暴 地震的風暴 那我想請教你 就是說最近 我們那個核能 核能廠 也能會有一個設計 就是說施工的設計 要經過 要經過那個 就是說 企業公司 那他現在這邊就是說 核四發現工程有改變 設計有變更 那個合約是說要經過 企業公司的一個 要他們同意 那這邊裡面有一個 裡面有是說設計變更了 然後台電 就是說被划了 一千五百多萬的罰款 這件事情你知道嗎 這台電公司 因為他這個工期拖到這麼長 事實上他變更設計 我們統計到97年 二月底為止 他總共變更了有八百四十四項 八百多項 八百多項 這個被划了這一千五百多萬的罰款 這個有沒有 預算內的一個邊的向下 或是如果這一千五百多萬的罰款 這個錢要從哪裡來 他整個 核四計畫他有 有沒有進他的預算 台電的預算 那如果說最近罰的部分 他是在哪一個科目 來列出 他是放到這個原來的這個 新年計畫裡頭 或是說另外在他的業務費用 我們來查證一下 他實際的一個列出情況 那你們查的話 是因為既然有這個罰款 一千五百多萬的話 那你們應該非常清楚 他這一千五百多萬 是邊在預算裡面 或者是 這個錢是從哪裡生出來 原來預算不會有罰款 不過在俗選過程 他還罰款 該什麼 放在什麼科目 有沒有訴當 我們最近正在台電公司 在做結算的桌查 有關他的列出情況 我們會來看看 他是不是符合他的這個 這個是有連度的 對 我們會注意他的列出項目 麻煩您也要注意一下 好 再來我再請教那個 沈記長 我想第二一倍金 是救命的錢 對不對 那我們有一倍金的預算法 第二十二條 講的開中民意 講的非常的清楚 我想那個沈記長 你都非常清楚 對 那要動用超過五千萬的話 是不是要到立法院來 是不是 對 他照這個 預算法的這個 第二十二條 有這個一倍金的說出辦法 那麼另外 在預算法第七十條 有關動作第二一倍金 那沈記長再請教你 既然是這樣的 七年的九十九年度 有動用一倍金六千六百五十七萬 你應該清楚嗎 那這個有沒有違法 他動作第二一倍金 他依照這個 預算法的二十二條規定 是要 這個五千萬以上的話 每一筆五千萬 他沒來立法院報到啊 他沒來立法院啊 這個院裡面來備查 那依照這個七十條的規定 那你們怎麼辦他 你們怎麼處理 這樣齁 就說 有沒有送哪裡的機關 這個所需上 就是要有行政院 依照 預算法第七十條規定 他把動作適合表 因為入委會是先斬後奏啊 超過五千萬啦 對 在 在這個 動作一倍金 除了說 那有沒有向你審計部 提出動資計畫說明 有沒有 這個行政院他 核定以後齁 他會給我 那如果是沒有的話 那那個審計長 那就是國內的一個 一個一個監柱囉 既然沒有到你這邊 也沒有到立法院 那陸委會就是把我們這六千 六百五十七萬 當作是國內在在在援助喔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在 剛剛委員指教就是有關這個 那個陸委會他在九十九年度 他有兼兩筆這個監款 動作第二一倍金 就是六千六百五十七萬嘛 對 那如果沒有向地外人來報 沒有向地外人來報到 因為他 被查 然後你審計部這邊的話 你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處理啊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個等同就是國內的援助嘛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 他齁 他這樣就是說照預算法 那沒有的話先斬後奏 那陸委會是何等的偉大的單位啊 部費啊 這個預算法二十二條就是說 每一筆要 那你審計部 你應該要糾查 要移送啊 這裡頭等於是有一個 事前跟事後一案來報備齁 二十二條就是說 每一筆如果說超過五千萬的話呢 他這個動作的時候 通常要送到 這個院裡面來備查 那不到五千萬的話 就是等到年度終了 就六六五七九五千萬嘛 預算法這個七十條的規定齁 他來送出這個歸屬科目 這個術後 他是術後來 你編輯這個動作優惠表 送到另外一來損 然後我再請 所以他要做這個 看金的大小做這個動作 市長我再請教你 市長我再請教你 因為禮拜五的一個 日本的一個地震風暴 然後馬總統啊 馬英九啊 他是說有要援助 對 援助那個日本一役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用什麼專案 是的 這個名詞是什麼名詞 我想在這個 我們國家目前 這個 這個名詞是什麼名詞 選舉國家齁 那這個對一些 友邦國家也好 或是世界各國 有什麼重大災害 那麼國內都發揮這種 這個倫敵幾利的這個精神 看我們的財務狀況來援助 所以包括這個 就是什麼名詞嘛 那個沈記長我再請教你啊 對 是什麼名詞 馬英九是用什麼名詞 是國際事務金額專案 還是什麼名詞 給友邦的援助 那麼要看他的姓祖 像說 以剛剛委員族選了 我們就是因為 在陸委會他沒有編列 就是專項預算 所以他就照這個 預算法的規定 來動出兩筆 低而一倍金 我在請教你 是說馬英九一役的 兼那個日本啊 他的一個風暴嘛 地震風暴嘛 那援助 那是用什麼名詞 是國際事務金額專案 還是什麼專案 應該有一個名詞嘛 這個部分我所上還沒有出來 我看報紙是說 我們政府要提高這個 那你沒有資料 你那師面答覆我好不好 可以可以 再來那個沈記長 我在請教你 我想 為什麼 這個是有經過 那個蘋果日報有民調 就是說 為什麼人民反對 公務員加薪 台灣 我們台灣 小老百姓是加稅 你這個 他這個民調你看過了沒 民調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不贊成的話 有佔了五十幾個百分點 贊成的是幾個百分點 因為有金公教 八十萬的金公教 你知道 知一點那個民調 你知道嗎 我想這個公務員 這對你來講是應該是 這個資訊你應該有的 你身為一個 公務員加薪齁 在我們大院也好 還監察院 或社會各界 都有呼籲啦 就是說公務員好幾年沒有加薪 那目前政府的財務狀況 那我想 我想如果是公務員加薪 有一個條件嘛 公務員加薪如果加了3% 等同一就是210億或220億 那個小老百姓要稅 稅收要付出去 你知道嗎 我報紙上 我看那個 代表是說 我們去年前年 98、99年 就是說我們的稅收是非常的棒 所以要加薪 是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在98、99 因為這個國際金融風暴 還是用幾債來加薪 我們的稅收 都比原來預算有短縮的情況 在98年跟99年 98年短縮比較多 那到99年也有幾百億的短縮 因為我跟妳講 妳要加薪 妳有基礎 妳沒有基礎 妳憑什麼加薪 對不對 還是要擠再來 來加薪 這個妳有妳的看法 再來 我再跟那個沈記長講 對 主計數有統計啊 七年國人的名目 薪水的名目 才四萬四千多塊啊 我想金融海嘯錢 就是說 相較於比較金融海嘯 這一段時間 如果是說 我們增加的 就是一些小老百姓 一些所有私人機構 加薪 只有6塊 我跟妳講 買一罐 養樂多啦 牛奶都還來不及啦 都不夠啦 妳知道嗎 妳聽清楚嗎 有有 那既然是這樣 然後這段時間 扣掉一些物價啦 實際的薪資啊 不如12年前呢 前台灣的老百姓啊 這些 勞工階級啊 這些生意人的一些 小公司很好啊 那個薪水不如12年前 你知道嗎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他的薪資 來不及 趕不上 這個物價的上漲啊 這個是台灣人民 多麼可悲的事情啊 沈機長 我想就是 調薪的話 用幾債 來調薪 這個大家都不會贊成 政府也不會這麼做 那就是稅收 稅收來調薪嘛 稅收如果說 要加稅 來調薪 那這樣我想 這個也不是政府的一個方向 那既然是這樣 加稅的話 有三個要素喔 行政員已經提過 他一定要 公務人員加稅 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 就是要通膨的一起經理 對不對 那第二個 是不是說 你說中產階級的感受 是被剝削了 你知道嗎 沈機長 你應該清楚 第三點 我們國家的財政啊 是負擔的 那為什麼呢 我想最快 也對行政員 目前在考量的方向 那個行政務院長他幾處都宣誓說 一定要看這個稅收 我想你公務人員的 調薪的效益 你們都會有一點 應該有 審重的一個考量跟評估啊 那既然很清楚的話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 有一個通膨的疫情心理都來了啊 對 是不是 我想這個部分行政院 就是照這個方向 要看國家的財政狀況 那麼 在一個稅收已經增縮 然後這個經濟情況好轉 在這個時候才有考慮 你既然這樣講的話 我們到今年2月底截職啊 我們中央政府長期短期 我們的負債是4.88兆 對不對 這一個月 一個月就700億啊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 老百姓的負擔是21萬多啊 二十幾萬 那一個人一個月負擔是三千塊 那情何以堪 我們的政府財政是這樣子 那你應該好好的是說 要擠債 還是排擠其他的施政項目 動用第二億倍金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在擠債 依照預算法規定 第一個他要拓列預算 一定要經過這個預算程序 那你第二億倍金額度也不多啊 第二億倍金額度也不多啊 你要加薪的話兩百多億啊 那你到底要怎麼辦 這個部分行政院他有前套配套做出 那麼那個應該由行政院 依照相關的預算法規定來 那仔細長你既然這樣講 我再聽你一句話 那重點就是說 你同意公務員員加薪是不是 這個公務員加薪這個加不加薪是 然後你同意我們通膨是不是 在公務員我想大家都有這個期待心理 不過還大前提還是要國家財政 有這個財源 那麼像說舉債來加薪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個審計長我們潛藏的債務啊 你知道有多少嗎 照行政院署技術統計有13兆多 13兆多 那是多麼的恐怖啊 那13兆多怎麼來怎麼處理啊 這個都是政府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窟窿啊 那麼這個潛存債務當然跟一般的公務債務 那你既然是有13兆多的一個潛藏債務 你還要再加薪啊 合理嗎 這個部分將來有在各部會他會照預算的程序 他去編列預算來做一些租業 我想齁我想是這樣子 我們都知道啦 北非的一個茉莉花革命啦 就是那個格達會啦 他的政策 他執政42年 他最後他的掙錢不保了 他用什麼 用他們的公務員加薪提高1.5倍 來行為他所謂的公務人員 他的策略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政府咧 馬政府咧 是不是要比照啊 沒有怎麼會有這種政策咧 我想加薪這個是在國內 包括大院很多會裡面 都有看到相關的一個提案 但是格達會雖然加了1.5倍 買不了他們的民心啊 台灣人民應該非常清楚啊 是不是 我想這個應該不能相提並論 因為每個國家情況不一樣 目前國內的如果說經濟好轉 那所以說也超說的 我跟妳講啦 公務人員進攻這裡有八十萬人 一個八十萬人啊 來鞏固他的那個政權 這個是馬政府的政策啦 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真正是負責 負十三挑 還要再加薪 我想 陳議長你要多好好的考量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薛玲